新年還是一樣在這陸續開展開動 從3月到5月之間 每個禮拜六日都有相關的活動 歡迎大家來參加 這系列活動呢 是由台北市政府文化局所主辦 文運雜誌社所承辦的活動 那今天這一場呢 我們很高興請到兩位 也是從來沒有對台過的組合 我們都想要一個新鮮組合 他們甚至其實之前也沒有見過面 所以這是非常特別的一個組合 那為什麼請他們兩位來 因為這次的主題各位看我們主題叫做 從前到後 希望有一個世代的差距的對話 所謂性別的差距對話 會有所謂這個 創作文類差距上的對話 所以這次是非常符合這次主題的一個設計 那兩位教授者 也會是王英佳老師 也會是鍾衛英老師 歡迎兩位老師 王老師我想這個 大家都知道 他其實這個 有點喘息個性 因為一般來說 讀完科大醫學系的這個畢業生 很少不當醫生的 王老師選的另外一條道路 而且走得非常的穩健 他做了非常多的成績 他成為一個專制作家 也成為一個出版社的經營者 大家知道這幾天自己的著作 越寫得越來越寬廣 從最早的一些相關的生命的寫作 或對青少年關懷 現在很多寫到裝置 寫到液晶 也非常受到大家的歡迎 那王老師 是這個 這個裡面 很特別的作家 我剛才講 醫生背景 可是能從事的是 更寬廣的 從國學的道路 那中文英老師呢 是畢業於大學 大作傳播系 那這個 東老師 透明我的演員很寬廣 我們去年前來來談 攝影相關的議題 因為他本身 從小說小說之外 也從做攝影的一個工作 其實他還當作記者 這個 角色 他也非常的多元 非常的寬廣 那今天兩位的主題是 生命 家族 休閒 療癒 那老師用 再幾次熱烈的掌聲 歡迎兩位獎者 謝謝 各位 女士 各位 先生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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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謝謝 大家的介紹 也很感謝文訊雜誌 他提供這個機會 讓我們能夠的 跟這個 我第一次見面的 這個 鼎鼎大群的小說家 中文英紅糖 各位 這個 一些個人的寫作心的 那我想 我還是先從這個 我的 文學期 開始說起 我個人後來 雖然是以寫作為業 而且是 也喜歡讀書 但是 說起很早年 我童年時代的這個 故事生活跟精神生活 可以說都是非常地 平衡 很潰滑 我在 老實說 我在小學畢業以前 我出了教科書以後 我沒有讀過什麼 科外書 沒有 那我是 我印象裡面 我第一本讀的 比較像樣的科外書 是這個 唐詩三百首 但是啊 我初一的時候 有一個親戚 她送了這本書 我看了以後 就覺得說 這些詩啊 非常地優美 我就 這個 很著迷 所以我什麼樣 一手一手背 一手一手背 我有一陣子啊 每天早上五點起床 我第一件事啊 不是問學校的功課 而是背堂式上來説 我到現在還會背很多 我在那個時代啊 我這個白軍衣的長運歌啊 我可以從頭背到你 都不必休息 但是後來我想說 這個唐詩三百首 他也不是連考要考啊 對不對 老師也沒有教我 我為什麼會去讀 唐詩三百首啊 那恐怕我哪來才知道 那恐怕就是說 他表示我對文學啊 有一種自發性的喜歡 那 除了唐詩三百首以後 我初中受印象裡面 讀的比較多的是這個 叫做張偉小說 那也不是什麼文學民著啊 不是什麼紅毛夢 什麼福林外史這些東西啊 我讀的張偉小說是什麼啊 是這個叫做 薛靈山珍希啦 或是什麼 楊家將包公案啦 什麼嘉慶軍留台灣 這些時文學 我想在座各位恐怕很多人都 很少讀過這些東西 那我為什麼會讀這個啊 理由很簡單 因為我的姊姊 小學畢業以後 就到一家書店 當店員 那這家書店呢 就是印這些書 那有些書啊 這個封面布石 賣不出去啊 我姊姊就拿回家 那我就讀這些書 因為沒有什麼書可以讀啊 就不合金金有味 那個 那當然這我也 讓我們對食文學 因為這些都是食文學啊 產生興趣 我後來以寫作為業以後 我又都回過頭去 溫習我小時候 民國的這些東西 那 我在中學時候 就是初中高中啊 我讀的最多的 讀的最多的其實是武俠小書 我還記得很清楚喔 我讀的第一部武俠小書 叫做少年喜 那是喔 在初中畢業以後 教到我姊姊 因為那時候我姊姊 剛剛教了 她住在八光二三 我到我姊夫家裡 那我看到我姊夫啊 她以前的這個書吧 裡面有一部武俠小書 就叫做少年喜 那我是好奇就拿來看 結果一看就是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讀武俠小書 在我們那個時代 讀武俠小書是要被記過的 因為那時候 武俠小書被認為是不良看路 是我生平第一次讀武俠小書 而且也是第一次看書 看到天涯的 那看完了以後真的是我 胸中這個波濤胸泳 不能止 那這個真顧武俠小書的這個 男主角 一個少年俠客 叫做李子欽 我還記得很清楚 他是我生命中第一個認同的對象 認同的對象 那我下了八卦山以後 我這個就心心大變 我當時是讀台中一中 所以就是什麼 台中一中 滿導致就是武俠的這個想法 台中一中就變成我混激的這樣子 那個因素理化 因什麼數學理化 或者這些 就是我前面的武學 我想要做一個古靈高手 當然不是說要去什麼 這個 當山少林是拜師學藝 我把武林高手當做什麼 就是說 我要在功課上面 高人一等 這是我對這個 武俠的一個詮釋 我在高中之後 我又受到一本雜誌 還有它的從安的影響 那就是文心雜誌 跟文心長康 現在台灣流行什麼 一週刊之後 都要雜誌 在我們那個時代 是沒有這種東西的 但是在那個時代 文心雜誌 這個銷路很好 文心雜誌是什麼 它是在介紹當時 全世界一流的思想跟文化 現代主義啦 自由主義啦 存在主義等的一流的思想跟文化 那 因為這本雜誌的總編輯是李堯 李堯是我們台中益中的校園 所以我們當時台中益中 有很多學生都讀這本雜誌 這本雜誌的作者 大部分的作者 都是才華洋溢的知識分子 所以我很受他們的影響 我就覺得當時 受到他們的起 我就覺得說 我以後 也要像他們一樣 做一個知識分子 而且因為這些 這些雜誌的 雜誌裡面的作者 還有文心雜誌的作者 絕大部分 都是台大的教授 或是什麼 研究生 好像李堯 王上儀這些都是研究生 那 所以我當時就一心 就是向台大 就是想要到台大來念書 我覺得啊 當時是抱著一個就是說 想要追求知識 真理的這個情懷 來念大學 來念台大 所以當時啊 大學聯考 我這個 我這個 我們當時是要先填 志願在考試 我當時只填了十幾個志願 都是台大的科系 有些人也喜歡 這個文國很臭屁啊 為什麼這麼 這麼囂張啊 但是因為老實說 這是客觀的 因為我在台大 我很會背書 我很會考試 所以當時就覺得說 如果沒有考上 我第一第一第一 之間就很丟臉 所以就想要到台大來念書 那這個 所以這個也是說 我早點病 對我後來人生的一個影響 那很幸運就是考上台大 考上台大以後 我就是剛剛講 我要做一個知識分子 所以考上台大以後 雖然讀的是醫學系啊 但是我根本不管 我就是自己去買一些書來看 結果沒多久 我就發現我買的書 大部分都是什麼 文學 歷史 哲學方面 而且都是西方的 我除了讀這些書以外 我還在這個什麼 我的書 當時我很喜歡一些作家 一些作者 那我不只讀他們的書 我還把他們的照片剪下來 貼在我的書桌前面 我當時我的書桌前面 貼了幾個人的照片 一個是齊克 是當晚的哲學家 一個是尼草 第二個是尼草 這是德國的哲學家 第三個是沙特 這是華爾的哲學家 這幾個都是跟存在主義有關係的 然後第四個就是我的同行先輩 就是國洛伊德 他是精神溫習大師 然後第五個是一個小說家 就是英文的勞倫斯 第六個是傑克的卡夫卡 這兩個都是小說家 當然我把這些人 當作我的精神導師 那主要也是反映我們當時的一個 一個這個叫做什麼 知識的一個流行 因為在我們那個時代 流行的就是主債主義 可是精神溫習 卡夫卡跟這個勞倫斯 也是當時很有名的小說家 所以我就是以他們的精神導師 就是這個 讀他們的書 每天跟他們大影任教練 那知識分子 除了說要讀書以外 那就是要寫作 更重要的是要寫作 所以我讀台大以後 我進台大就開始寫作 我第一個月就文章就登出來 那登出來是登在這個 台大的校竿 叫做大學新聞 現在已經沒有了 大學新聞是以前台大的校竿 它是一個報紙 它每個禮拜出一起 我在那邊文章 主要是當時都是在那邊寫 那這個 後來文章寫多了 我還當大信社的這個主題 然後又當總編輯 然後又當總主題 又當社長 我在這個刊物 呆了差不多 三四年的時間 那我讀大學 老實說 這個我異學系 讀得很 不是 聖寥寥 我大部分時間 都放在這個 這個辦刊物 跟寫文章上面 那因為文章寫多了 所以我在大學時候 就出了第一本書 叫做物資 物就是迷 迷迷中的男人的意思 就是物資 你看 而且我沒有給出版社主 我是智慧主辦 然後是在 就是透過什麼 這個朋友 在台大師大 武大 淡江 這些地方賣 三個月就賣掉兩千人 這個成績在今天應該算是暢銷書 所以這個給我很大的鼓勵 他也引用走上這個寫作職 我覺得說 既然我對寫作有興趣 那麼我以後如果靠寫作為生的話 大概不會餓死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後來就 畢業以後 我就開始寫作 那我在大學畢業以後 我除了辦這個健康世界雜誌以外 我的寫作經驗是這樣 其實我剛才一直說 我很好運 老爸不講好命 因為我要不必去外面 去跟人家奔波 或去求東西 老實說 我真的是很好運 我畢業以後 人間圖竿的這個主編 高欣江先生 他就來找我 要我到人間圖竿寫作 然後張座姐 聯合報的總編請 張座姐請我吃飯 要我到聯合報去寫 寫專欄 運文版 我後來就是在 中國時報寫這個 什麼封名善記 然後這個 聯合報是寫實習醫師手記 就是我在排大院院 當實習醫師的經驗 那寫完以後 聯合報的 我記得是雅玄 他們的酷刊主編 他就特別找了我跟我說 你這個書 要不要給聯合報出啊 我當時就覺得 這個 我想我當時表現出 跟人家不一樣的想法 我就想說 我為什麼要給你出啊 我自己出就好 所以我為了要出 因為我覺得說 我已經要以寫作為業的時候 我就乾脆就自己成為一個出版社 就叫做野兒出版社 當然那個 發行人事文太大 我是自任的社長 然後野兒出版社 基本到現在還存在 但是出了都是我的書 還有我開來的書 然後另外我也辦了一個心靈雜誌 心靈雜誌是 在一個 就是跟人類心靈有關係的 這個雜誌 我辦了七十六期 我每一期有寫四篇 七百六十篇裡面 除了一篇以後 我個人一個人就寫了七百五十九篇 一共寫了兩三百萬字 兩三百萬字 那我想我這樣做 這個大概是台灣找不到第二個 全世界大概也很少玩笑 這樣 那我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後來我到中年我才發現 原來就是我剛剛講的 這個武俠小說少年喜的這個 主角李子慶是 第一個生命裡面 第一個認同的對象 他對我的人生 還有我的書寫 真的是影響很深 我先簡單介紹一下 這本小說我都記得很清楚 這個小說裡面的男主角叫李子慶 子慶就是親親子慶又憂我心 那個子慶 他是什麼啦 他是江西李家慶的這個 一個武林世家的後代 但是他不會祖傳江華 祖傳的那個李家慶他不會 他小時候就到處 就是流落江湖到處偷招學犬 學一些有的沒的雜七雜八的 然後把他同位貫通 然後出來闖蕩江湖 你闖蕩江湖總要有一個名號 他自稱是沿江派的掌門人 但是沿江派上上下下只有他一個人 而且他是獨來個忙 不跟人家搭蕩解答 千山萬水我獨行 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那後來我才發現 那後來我才發現 我為什麼這個 這個蔓廷也有出版社 跟心領雜事 而且都是這個 自己一個人 其實就是受到這個 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是受到這個 小小說的影響 因為我雖然 讀的是台大醫學系 台大醫學系在江里上也算名門大怕 然後但是我對醫學不甚了諒 我對醫學沒什麼興趣 我專門就是混激這個台大的時候 就是自己讀一些雜七早八的東西 然後把它同位貫通 然後就開始寫文章 然後我出來自稱是野兒出版社 還有心領雜事社的社長 出來在文化界闖蕩 但是野兒出版社跟心領雜事社 上上下下 只有我跟台大兩個人 而且雖然我在這個 文章也算是文化人 但是老實說 我跟文藝界很少挨握 大部分都是獨來獨往 那我想我為什麼會這樣呢 那大概就是我早年 受到閱讀這個武俠小說 有一個影響 然後這個 除了 辦野兒出版社跟心領雜事社 以外 大概我後來有嘟嘟細細寫的一些書 我到現在大概寫了五六四本書 那這些書 它的涵蓋的面 所以跟其他作家比起來 它涵蓋面是比較廣的 例如說我裡面當然除了賞文以外 寫最多就是雜文啊 文化評論啊 還有兩性的議題啊 還有這個 什麼還有這樣的 最近前一陣子寫的 青少年帝之類的這些書 那我覺得我寫這些書 除了說謀生 養家活口 還有就是自我表達 那因為很多 比如說我寫賞文 就是比較要抒發心中的快樂 或是什麼 那我寫最多的是評論內的 文化評論內的東西 那這個主要就是什麼呢 其實是我這個探索的一個工具 一個途徑 因為我對自己 還有我出身的這個文化 還有人類的心理 我感到很好奇 我想要探索 想要去了解他們 所以我就提醒他們 我的寫作主要就是說 要對這些問題 我自己 我出身的這個文化 還有這個人類的心理 我要做一個探索 然後我把我的探索 我的思考還有我的想法 我的感觸把它寫出來 跟讀者分享 我以前辦心靈雜誌 我基本目的也是要跟大家分享 我為什麼辦心靈雜誌 就是說我是逼自己讀書 因為我對人類心靈有問題 有興趣 那我就開始出雜誌 一出雜誌 你每個月就是要寫十篇 那我要逼自己讀書 我要讀書 然後我把我學到的東西 分享出去 分享給讀者 我當時心靈雜誌的一個口號就是這樣 分享愛情也許是一種痛苦 但是分享知識則是一種喜悅 我心靈雜誌的口號就是 我辦雜誌 其實我心靈雜誌主要就是 要把我所思所想就是分享給讀者 那當然這樣的話 如果說有讀者 那我的分享知識 也不是純粹的什麼人文的知識 或是什麼科學的知識 我比較有興趣的就是說 對科學 因為我學的是科學 但是我對人類的東西有興趣 所以我比較在意也比較擅長的就是做科學跟人文之間的對話 科學跟人文的對話 東方跟西方的對話 現代跟古代的對話 如果說有讀者 因為看了我的書 然後受益 得到一些好處的話 那麼也算是我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 我剛剛講我一時不忘記 我是要做一個知識分子 我作為一個知識分子 對社會的一個責任 我想我以前的讀書啊 就是說 對我的一個影響很深 就是我要做一個知識分子 我在讀台大 我進去台大第一件 那個老師啊 郭文老師要我們寫作文 我第一件禮物我就寫 我說我很容易不能夠來讀台大 但是我覺得台大不是什麼高級職業介紹所 不是什麼高級職業培訓班 我來這裡讀書 我是要向復師們校長所說的 我是要 復師們校長所說 要貢獻這所大學與宇宙的精神 現在聽起來也許是很臭密很遙遠說 你怎麼那個 但是老實說 在我們那個年代 我覺得很多讀台大的人 他們都是抱著這樣的心 我們來自讀台大不是要找職業的 而是要來追求知識跟真理 然後那這個就是也影響到我後來的 這個寫作 那我的 我的寫作因為我寫這種 我從二十幾歲開始寫作 我現在六十幾歲寫了四十年 六十幾本書 然後慢慢就是說 我的寫作後來我自己回顧一下 我覺得說我的寫作其實也有一個 除了說文內比較砸以外 然後有一個明顯的一個軌跡 這個軌跡是什麼呢 就是說是從 從周邊進入中心 到一去那個專業名字 就是有解構主義的色彩 從周邊進入中心 然後有黑暗到光明 我早年寫的東西都是比較 心理的黑暗面 什麼變態心理檔案 什麼夜間風景夢 還有分析一些 什麼鬼故事啊 或是有的沒的 就是比較偏向心理的黑暗面 這些東西 然後慢慢 就是什麼 這個 開始寫一些比較 就是由周邊進入中心 寫一些比較 那些書當然很開始寫的那些書 雖然消路也不錯 但是並不是很暢銷 但是後來就寫一些比較 屬於這個叫做比較 比較好喜的作品 就是比較偏向中心的作品 像一些青少年歷史列的書 例如說我寫過青少年歷史列的書 有什麼蟲洞書簡 青春第二課 少年路工廠 這些書有的內容 還可以選入小學初衷 小學國中高中的 還有大學的 國文課本裡面 國文課本裡面 那都是比較 這個 光明的一些作品 那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就是說從黑暗到光明 因為心靈的黑暗面 那些什麼 就是比較 比較周邊的 比較異常的 也比較黑暗 從黑暗到光明就是這樣 譬如說我對文化評論 文化論述這方面 我早期分析的大部分都是一些周邊的文學作品 譬如說我寫過一本叫 《聊災收鬼》 那是在分析聊災之一的 整本書都是在分析聊災之一的 然後另外還有寫一系列 漢民族的幽暗心靈 那是我在從筆記小說去分析 就是我剛剛講 我要了解我自己出生的這個文化 為什麼變成這個樣子 我要去了解它 所以我就從筆記小說 找手 我去分析寫一系列 裡面有不安的文破 就是在討論漢文化的靈魂觀人 還有秘密的奧義 在討論這個華人的這個秘密觀人 還有在秦瑟的土土 在討論這個中國人的這個秦瑟 秦瑟觀人 那這些基本上都是很像黑暗的東西 筆記小說就是怪力亂想 之所不予的怪力亂想 但是我早期是寫這個 但是後來應該慢慢的又什麼 我最近兩三最近幾年 我是又回到這個經典 我開始談論語 論語這本書 那是我跟我太太和諧的談論語 我是從正向心理學 光明與正向心理學 這個角度去談論語 然後我也談莊子 寫了一本莊子陪你走紅塵 然後我也談老子 寫了一本與老子效益人生這本起 然後後來最近 又寫了一本藝經的 看藝經的 藝經的那個什麼 藝經101文化八卦的當代解碼 那我以前也談過禪宗的東西 寫過一本洗信草 那這個就是說 我從周邊的文類 然後就慢慢這個 觸及到比較 傳統上屬於中心的 比較光明的一些經典的作品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覺得這個其實啊 就是醫學教育給我的影響 雖然我的醫學 讀的這個比例到我 但是我最少在那邊 混跡七年啊 它的一個光滑血 我不知不覺就受到它的影響 醫學告訴我什麼 大家都知道醫學 醫生就是在看病人 病人是什麼 病人就是異常的人 這是周邊的異常的人 醫學告訴我 由異常去瞭解正常 由周邊去進入中心 是非常有效的求知的模式 所以我受到它的影響 然後就是說 當我在看文學作品的時候 我就對那些比較中心的 那些光明的作品 開始的時候啊 我沒有什麼興趣 我會對那些比較周邊的 異常的黑暗的東西 我有興趣 然後我們從那邊去瞭解 我所想要瞭解的 中國文化的一些問題 然後當然 慢慢的後代 就是 為什麼要跑到中心 因為從異常進入 就是要瞭解正常 結果周邊進入 就是要進入中心 那當然另外會 會談一些中心的 這個東西啊 也跟我個人的這個經驗 人生的經驗啊 我的一些想法 還有一些 一些 這個 觀念啊 的轉變有關係 我覺得啊 人生並沒有我年輕之後 想的那麼的陰暗 那麼的複雜 人生其實是 那這個 這個 我這個轉變其實也 不是 恐怕也是受到一些 時代潮流的影響 在我們那個時代 比較流行的就是 時代的那個 現學啊 就是 存在主義跟精神的東西 精神的東西大家都知道 就是在討論什麼 人類心靈的黑暗面 但是慢慢的 現在的現學是什麼啊 現在的現學是正向心理學 正向心理學 正向心理學 正能量 來講究這些東西 那 恐怕我也是在呼應他們 但是我覺得說 他這樣的一個準備 有他的道理 那 接下來就是 我的那個 這裡有談到什麼 療癒是嗎 療癒 我好像沒談到療癒啊 其實 我的寫作 我剛剛講 我的寫作就是要 這個 然後探索 探索的一個途徑 就是我要了解自己 我要了解這個 這個社會 我要了解你這個人類的心靈 還有我想要當知識分子 所以如果說要用療癒來講的話 那麼寫作就是要治療我的知識分子病 治療這外面的一個問題 就是他寫作基本上就是要滿足我對這個 生命探索的一個渴望 那另外就是 我在寫作裡面 另外一個就是什麼 我的寫作 我剛剛講的寫作的這個 類別比較多 跟其他作者比較 我剛剛講的 有什麼 這個 這個 賞文類 然後是這個 文化評論 還有 舊經典的新詮釋 還有兩性議題 還有什麼 這個 青少年歷史類 等等 那 這個 冠狀比較大 而且我通常是這樣就是說 我寫了一本以後 寫了一本書以後 寫了一本書以後 我就會改變一下 這個 口味 我會變換一下 改寫別的東西 寫別的東西 那我其實寫作也可以說 只是要滿足我個人 對變化的需求 變化的需求 我覺得 每個人的人生都需要改變 也都渴望改變 但是只是大家改變的效果 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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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寫過一本文章 就是 我去分期 就是 比如說我們去看 一個文學家 藝術家 哥德的字傳 你去看哥德的字傳 你就會注意到 他每一張的篇名 每一張的章名 是一個女人的名字 大部分是一個女人的名字 哥德不斷變化他戀愛的對象 來作為他人生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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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定他的人生 不同的階段的人生 他不同的階段 愛上不同的人 這是哥德的字傳的一個篇名 那我們來看那個什麼 就是這個 科學家 愛迪森 各位如果去看愛迪森的 這個什麼 他應該是愛迪森傳 大家去看的話就會發現 愛迪森的傳 是傳 傳記 是以什麼 他不同階段 發明的東西 來做片名的 什麼自動 自動 電報機 留聲機 電影 橡膠 或是什麼什麼什麼 以不同的 那個 發明的東西 來 界定他的人生 羅素 哲學家羅素 曾經嘲笑愛迪森 他說 那個 愛迪森啊 他只會 一直變換他發明的東西 但是我們看 羅素是什麼 你看羅素 羅素一直變換來變那個 外遇的對象 那其實 我的意思是這樣 就是說每個人的人生 都渴望變換 只是變換的相當不一樣 但是 到底是變換 到底是愛迪森不斷變換 發明的對象 對人類更有貢獻 對不對 這個 我是覺得說 像這個 我們就會去 分析他 那我個人 我的寫作 我是這樣 就是說 它要滿足 我對變化的需求 另外 是因為 我對 這個 好奇 或是想要探討的問題 每個階段都不太一樣 所以我每個階段 寫的東西就會 也會不一樣 另外 主要就是說 我的人生 比如說 就我的生命來講的話 我結婚以前 跟結婚以後 是一個 結婚是一個很重要的 分水理 我在結婚以前 老實說 我的人生 我的生活 非常的複雜 混亂 非常的複雜 而且混亂 變化很多 但是我當時的寫作 就是我年輕時候的寫作 我都是寫一些什麼 有哀愁意味的散文 大概都是這樣 沒有什麼其他的東西 大概有寫社會評論 但是我協會以後 基本上 我過的就是一種 乾淨和明亮的生活 就是我的人生 變得就是不像那麼 一些人 我很少就是比較 就是屬於居家型的男人 我不太喜歡到外面去跟人家 交集一種或什麼 我的生活變得很單純 但是我也渴望變化 那我要在哪裡變化呢 那我就是在寫作 求變化 我變化 我寫作的題材 來滿足 我對這個 變化的渴望 那我的寫作 基本上 有說療癒那個 我剛剛講的 就是要治療 我的知識分子病而已 我的寫作 除了某種以外 是講我 有一個很大的一個 我之所以會一直寫作 主要就是說寫作 就像我相信金正恩西 佛洛伊德所說的 寫作是一種取悅自我的 退行作用啊 我的寫作 除了分享點 我的出發點就是為了取悅自 我想要了解一些事情 然後我如果求的答案點的話 我就會什麼 感到很滿意 我自己覺得很高興 然後這是我寫作 最大的一個功能 對我來說最大的功能在這裡 我隨便舉一個例子 譬如說 我們說 譬如說 舉一個 譬如說 譬如說 我分析 我對一個問題 會產生好奇 舉一個例子 譬如說 中國為什麼多女鬼故事 我分析過這個問題 我想很少人會去問這個問題 然後去求的答案 中國為什麼多女鬼故事 我在互安的湖泊裡面 我就會去探討這個問題 我覺得是因為什麼呢 除了是因為中國有這個陰陽 這個補的觀點 中國人有這個補的觀點 陰陽那個 這個支補的觀念 就是以 以陽不印的觀念 那當然還有就是 譬如說 因為以前小時候那些鬼故事 他們都是按人寫的 那當然是為了滿足 男性的什麼 這個性化強 或是什麼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 它跟中國的文化有關係 那就是民文習俗 民文 民文習俗 因為我們 我個人是什麼啦 我是學科學的 所以我舉一個例子就是說 我要去分析這個名鬼故事的時候 我跟一些文學人的不一樣 我會把一些有名的名鬼故事先拿出來 然後去什麼啦 去找出他們的共同點 就好像科學的一個研究一樣 去找出他們的共同點 然後這個 譬如說我把一些有名的名鬼 找出來以後 我去分析他們的共同點 假設說聶小倩是中國有名的名鬼 還有五丹燈籠裡面的福利金 也是有名的名鬼 然後其他比較沒名的 我也去找出 結果發現他們的共同點是什麼 他們都是未嫁雕龍 都是還沒有出嫁 就死掉的姑娘 那這個又跟為什麼 這個像那個 那個什麼啦 這又跟中國的 因為鬼故事嘛 就跟中國的靈魂七娘的關係 中國的靈魂七娘 我們認為什麼啦 一個女人 姑娘 就是說 我們現在到很多那個靈魯塔 你們看到一些什麼什麼 真女 真女還有姑娘 那個排位 因為他們是 死後是一種尷尬的存在 沒有人要拜託 家裡的人不能拜他 他也沒有帳 沒有資金 然後死後不得 這個靈魂得不到祭祀 就會變成孤魂野鬼 孤魂野鬼 就會拋出來 就會作怪 那個 我們看到特別是五丹燈籠最明顯 五丹燈籠 就是這個 是他爸爸這個當官啊 簽名的時候 就是因為隨土不服 這個福利軍女少 暴斃 在這個 吳州的江心寺 吳州的江心寺 那沒有這個 中國過去是這樣 就是孤魂 因為為了不 不等心 讓女兒淪為孤魂野鬼 所以又產生 凌魂的習俗 凌魂的習俗 就是說替他 在人間找一個 男人 作為一個丈夫 取他的神主牌回去 然後就是拜他 可以做這個 美女淪為孤魂野鬼 那個 比基小說裡面那些女鬼 出了很多是什麼 都是為嫁要亡 然後他家裡的人 又沒有替他安排民文 所以這個女鬼 我就寫過 就是女鬼出來自立救濟 其實她不是要出來什麼 引幼男人 她是出來找仗師的 因為中國的民文信 讓她要出來找仗師 找仗師 那你從這個角度去分析的話 我也熄悉過 從這個什麼 魏晉南邊找到 美國出面的 女鬼進化文 女鬼也會進化 你看那個女鬼他怎麼進化 那我在這裡面 那我又看到現在 就是譬如說 我們現在說台北 你去那個什麼 神根根 那個去平溪 不是 從台北路上要去平溪嗎 中間有一個地方 你們去注意就會知道 那裡有一個地方 叫做姑娘廟 姑娘廟是在說 就是中文在辦那個 衛教要往的 神主牌都放在那裡 那就是說 免疫他們的倫緩故 那我在這個論述裡面 我就是因為我自己覺得說 我為我感到疑惑的問題 找到一個答案 然後我就是自得其樂 然後我把這個答案也分享給讀者 大概是 所以我寫作主要的這個目的 是在這裡 當然我剛剛講的只是簡單就是說 我的這個 閱讀經驗還有小人生書籍 它其實主要就是在反映 我個人過去的一些人生的一些經驗 譬如說我覺得是完走過的病 留下本期 我的這個寫 我的閱讀還有我的寫作 就是在反映我個人 還有我的世界 當然他們也是在塑造 塑造還有我的世界 那我想我就先講到這裡 好 接下來就請鍾贏 謝謝王老師 剛剛她說的那個女鬼 我就是會成為那個女鬼 因為過去我母親常常說 你知道我們不嫁的 就是要到不良妙 但是時代所拜給我們的自由 卻是男性做法體會 事實上我一直覺得 做一個作者 他生命的黑暗底層 是力量非常龐大 但每個人的主法點不一樣 因為王老師他為了解禍 但我其實人生的疑惑 也許文學沒有辦法提供答案 但是卻是為了解苦 那個苦楚 那個苦裡面有一個很巨大的 生命的新工作浪 你跟命運的風 不知道為什麼 把你吹得七分八數 然後你就突然 你當作命運在門口 我自己覺得寫作 當然我們每個人 創作者都有一個指數 就是你從小當然 你會喜歡藝文 你不會說喜歡打籃球 然後突然變寫作 因為作家是一個完全盡力美學 你可能坐在一個書桌前五六個小時 那種姿勢成為一個靜態的力學 所以他可能是一個腦部活動量活躍 可是他的身體可能是萎縮的 所以跟一個從小那樣的 可能是一個兩方面的發展 左右腦的發展的差異 但我覺得剛剛王老師提到 那個作家跟女作家 確實有一個生命和大家面向不同 因為我覺得女作家很多都是 經營在苦水 苦海 苦海如行流 從歷史以來 因為過去的女作家 並不多 尤其整個十九世紀以來 西方的文學 文具廖莫福這些人 或者西蒙波 一路把台灣從女作家廚房推到書房 那樣的歷程其實是一個非常 是需要自力救濟的沒錯 所以他通常女作家的誕生有一個背景 他都是你要說為什麼不幸福 其實不是 是他在抵抗那個命運要給他 那個命運裡頭 也許又要他又要他 很就是呆呆家裡或者做菜這個角色 一轉在這個工商社會裡面 一轉他的自主性出來 所以自主性婚姻 就並不是唯一的選擇 所以過去那個姑娘娘的那個說詞 這種同學 確實在我的鄉村裡頭 那個外婆 他們都會跟我們講 因為確實會經過那些陰暗 但是時代的女性會很差異性 我前陣子聽到一個故事 是一個朋友要結婚 他在網絡上二手網站買 因為他想要省錢 所以他就在二手網站買一個新娘禮服 不是買一個租借啊 新娘禮服 可是他是人家穿過的 就那天他拿到新娘禮服 回去試穿的時候 就那個床派就多了一個人 然後就說那個禮服是我的 晚上故事後面發展得非常 我聽到的時候非常覺得 他就是一個人 當代的小說 透過網路買二手 然後多了一個床派 多了一個新娘 來跟他競爭 他要結婚的一個 那個 他的新婚的丈夫 那我聽到的這個故事的時候 其實是講到說 剛剛王老師說的女鬼進化論 但是命運也會進化論 命運的進化論何在呢 那就是女性 她在握有自主表達權 那個詮詩犬來到我們的手上了 那也就是當今女作家在書寫的裡頭 跟過去 截然 差異性非常巨大 即便像過去英國女作家這些 像寫寶箱三段這些作者 他們並不容易把我介入小說 他們是永遠以旁觀者的角度去書寫他人的人生 可是到了當代的女作家 不吝惜把我介入這個文本 以我獻身說法 也就是我們今天會聊到 他非常龐大的是一個人 一個生命的本質喔 生命家族書寫 可是能不能到療癒 我其實打過很好 因為我自己寫作這麼半場 如果是我的生命的 想要去解答的是個 找出生命的出口的話 那這個苦到底有沒有被解答呢 答案恰恰相反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因為如果王老師的結婚 作為他生命的關鍵 關鍵時刻出現 使他成為前後不同的人 我剛好是在我去年 我母親突然中風倒下來 使我成為前後不同的人 也就是我們女性的救贖 未必來自於另外一個他者 很可能來自我們同樣的母體 同樣的命運的對勁者 母親 這是一個很奇特的化身 因為我是一個任性的女兒 我就是從以前 我就是浪跡天涯 然後四處行著 然後為愛 愛在哪裡就在哪裡 現在我才能提問說 母親在哪裡 家孩子在哪裡 可是要何來何其外 就是 因為女性的再造之生 會是你一個 另外一個課題的出現 有的是母親 有的是女兒 來給他另外一個答案 所以我自己在 我的生命的歷程裡頭 就是去年產生的最大的變化 就去年 母親亂倒下來之後 我突然在驚醒 驚醒說 我從十八歲去念大學之後 我就把母親一個人留在原地 為什麼把母親一個人留在原地呢 因為就是 要去念書嘛 就大學啊 青春啊 然後整個淡江又是那樣的義樂之城 結果我年輕就是我這麼覺得啊 然後每天都看落日什麼 然後突然就是嚮往 因為我其實是選錯科系的 跟華老師一樣 我是選錯科系的 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念什麼大學 我會念大學傳播有一個很激 的一個很錯誤的想法 就是我認為我中文都很厲害 所以我不用去念中文一些 這是一個很錯誤的想法 事實上它非常地好拍 當時我高中很無知啊 所以我就想到我高中很會拍照 就是對影像的那個訓練 非常地是天生的 就是我大概過 我旅行人家說 為什麼會記得那麼多東西 其實我是影像儲存的 就是那是天生的東西 我不是文字紀錄 所以你要我背什麼唐詩 我要背不起來 可是你要我描述唐詩的意境 我可以描述 那是圖像思考 因為我那個高中的那個影像 決定了我後來去選科系 可是我一進大學之後 我就發現我選錯了 因為我的個性是非常安靜的 那我喜歡在 可是傳播它是 其實是比較喧鬧的科系 就是你可能一直都要走動 你甚至要講話 可是我也不想講話 所以當時我確立我選錯的時候 我就選修很多的 比方說法文或是英文這些 去旁聽或是歷史或是美學 這種課程 但是它還是沒有辦法 決定我的書寫 就是書寫能不能成為 鑿開我生命這條 阻塞河流的力道的 創作的媒介 我並沒有想到 所以我就到處 可是我知道藝術 會是一個療癒的可能吧 我說療癒的可能 是因為我靜言這麼久 但我發現能夠療癒我的東西 到我今天來檢視它 我們常常把它誇大 我們誇大了書寫的力量 我們誇大了藝術的力量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就是在想這件事情 因為過去我年紀所崇拜的 我是藝術的信徒 我都覺得 我們是藝術的信徒 我是活的好孩子 其實都沒有 可是魔的好孩子 就是我們從來非常 敬營在整個大天世界的環化裡頭 可是自以為一些 勾招的黑暗成為我們寫作的文本 成為我們寫作的蒼燒裡頭 其實都不足以我母親 倒下那一刻的重擊的瞬間 我生命的海岸被擊垮的那一刻的強烈 我突然非常質疑文學帶給我的力量 我真的迷惘了快一年 我就出入在我們寫作附件的那個流浪的旅程裡頭 我一直在想這件事 文學哪裡何在 如果書寫了這麼多年 可是待會兒最近又回來 文學的力量又出現了 所以改變帶來醫治是什麼 是你願意去面對這個部分 那個面對其實非常的痛苦 因為你每一刻都看到生命 你都在醫院裡頭 你都覺得文學對他們有什麼意義呢 醫院學來不及一顆止痛藥啊 止痛藥瞬間他就解除他的苦痛 一顆止痛藥瞬間看到我母親的微笑 一本書他愁苦滿面的時候 我心裡在想 我究竟要如何走下去 我的文學要把我帶到哪裡 這是一個非常生命的關鍵點出現 可是卻要帶來一個 另外一個課題的出現 所以有時候我們生命的召喚 不見得是不好 你要說包裝醜陋的禮物 不一定不是不好 而是他的時機來的對不對 比方說我父親非常早過世 可是我那時候太年輕了 我每天一出去 大間世界一玩 我就忘了悲傷 所以我沒有處理過父親的死亡 可是竟然人落終年之後 母親的死亡成為非常大的課題 因為我的生命也在消 也在看見那個凋零的椰子也開始這樣枯萎出現的時候 你那個深刻性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生命的生死這個課題 或者家族的課題 它跟你面對的時間點有很大的關係 不然我同年參加過多少場的葬禮 但是我從來沒有接引那個淚水 成為我生命最沉重的淚水又何在 我覺得跟生命的時間有很大的概念 所以你的時間如果來得正好是你想處理 你想改變的時候 千萬要接遭那個你種椎黑暗 因為它其實它是一個生命的啟示路 我覺得像我這一次我就覺得 我母親的一個生死關卡 使我的寫作又突然跳了一個大步 因為我幾乎停頓了這一年 沒有出版的作品也沒有寫書 我就整個這樣停下來 停下來什麼 我想看看這個活字典 過去我都在知識的領域裡頭 我想知道這個生命的課題 剛剛它是一個活生日的陸體 它的現實每一天的發生 都大過於我要虛構小說的能力 我根本來不及接受現實 因為現實的每一天發生的都是 你還根本來不及記下 現實又翻頁了 它的每一天每一秒它都在翻頁 它的身體每一天都有新的故事 每一棟白色巨塔的故事裡頭 每一天都來來往我們病床 每一天拉下那個窗簾的 綠色蘋果綠的那個布簾 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故事來來去去 我像一個螢幕車 我每天在穿梭那個白色廊道的時候 我心裡想文學在哪裡 文學的服務又在哪裡 所以那個扣問是非常巨大的 也就是今天我要去處理的很多的問題 那我覺得我今天分享一個是生死記憶 我沒有把療癒放出來 是因為我現在還在那個療癒的未完成 就是我不知道我的下一個 能不能把我給療癒到 但是我相信書寫的必要是必要 可是它有一個前行的功課是什麼 記憶 因為它的記憶 人的記憶是非常錯綜複雜的 它裡頭有一個你的變形 就是你自己記憶的變形 我自己在我母親倒下那一刻 我就在想我記憶的算數嗎 我母親的記憶恐怕才是算數 可是我來不及 因為如果我要書寫家族的話 誰是站在主去試著 女兒寫母親 一定看到母親很多對她的 像我第一本書確實是寫母女 可是那當然是一個母親的原型 而作為寫小說我們都會否認她的存在 就是否認真實 為什麼 因為小說它援引很大的虛構技巧 那作為母親通常它只是一個原型 它可以等同於所有的母親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說 你寫的家族對我有合理 事實上那個家族是一個 一個微型的 微縮影不意味著我的家族 而是我作為各位的一個禁止 它也折射到讀者的面前 所以書寫才有意義嘛 就是每一個作者 他都折射了每一個讀者 不同的面向跟不同的隧道 那有人穿梭那個隧道裡頭 可能看見自己 有可能眼眷而嘆息 不同的狀況會出現 可是最重要的是 在那個記憶裡頭 有 我常在想我過去寫了那麼多本書 包括寫母親的部分 我常在想我都是用女兒的角度 所以對母親有很多的怨言 覺得她非常的霸道啊 所以非常 如果我母親用她的角度寫我呢 主書者一改變 我其實是一個非常任性的孩子 對不對 那個所有的任性都可以 有多知自己的對於自由的嚮往 可是卻忘了母親 她從小 她為什麼不成為這樣 她形塑你故事的背後 她是什麼樣的命運 當然在年輕的時候 你會去想過 你想說 因為她太辛苦了 她也沒有受到遇 然後她因為 她從出生母親也過世 所以她不知道怎麼樣 當一個母親 所以你總總慢慢會體會而來 所以那個和解的力量來得非常地緩慢 所以隆格有說嗎 或是頒獎名 她就說 所有的記憶都有和解的意味 因為 如果你願意去面對它的時候 它有成為和解的力道 可是很多人有說 為什麼你記得跟我記得不一樣 所以她說記憶有其中罪 就是記憶裡頭 你篩選了跟你強調的 跟你強化的 跟你背對的 它有非常複雜的一個面向 所以我這次在京島下來的時候 其實這次3月4號要去施大的一個講題 可是我覺得很適合用來跟各位分享 他的講題也是談生死 就是說在沙漏將近之時 這個沙漏 我們每天在倒數我們的沙漏的時間表 那我在醫院的那個裡頭 其實深刻地感受到這個部分 那梅麗莎說看見大海的來處 這是我們今天探討的家屬 你每一個個體 你都看見你家屬的來處 因為過去年輕的時候 我們都活得很像沒有紳士的人 為什麼會這樣 會覺得很有意思 你叫大學宿舍 我們都談愛情 談知識 我們很少談你的父母輩 或者有時候因為我們覺得 我們那時候的年紀會覺得自由還沒有來到 所以我們會從一個抵抗的力量 去抵抗你的上一代 所以每一代都是這樣子 然後到一個很大的年紀 或者很大的命運的崩壞 你吹道去揭開這個 你要去面對的時候 你才會和解的那樣才會出現 所以作家在處理前半生的那個部分 所以作為我們寫作的 變成青春告白 可是青春南靜之後 你真的才會看到你紳士的血脈來自河楚 你覺得你會是孤立的 你的基因裡頭原來有一個這樣一個 你是一個繼承者 那這個你繼承了家族的命運 你也繼出了 可是你也像我又對常人啊 比方說我才會覺得 我為什麼會去大全世界旅行那麼多年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 我記得我大學時 因為我其實很早就在台北讀書 所以我母親移動做生意 所以我其實一直 我在雲林的時間 只有外公外母祖母 跟我祖父母輩 我要出過寒暑家回去 所以他們的每一張 可是他們都從來沒有離開過南方故里 所有的世界的取得都是 村外的人進來告訴他們說 台北發生了什麼 或者如何如何 所以那個世界其實 就像馬奎斯寫的百年估計 那個馬康多小鎮 他其實是封閉的 可是所有的進去的人 都像吉普賽人 帶來了新奇的事物 帶來了新奇的傳說 帶來了新奇的什麼事物 給他們聽 所以我那時候一直覺得 我這個角色很像是一個移動者 我帶來了外頭的故事 訴說給他們聽的時候 他們的世界才有一個 走出村莊的感覺 那時候我外公很好玩 他有個職業 是我前幾年去墨西哥還看到 我就覺得 每個國家時代的當代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走世界也有個原因 是我想要替我們這個封閉 我從小封閉的那個村落 帶來一些新的奇異性的東西 可是我再去別的國家 再回頭看我自己的島嶼 我自己家鄉的故事的時候 我發現其實他們一點都不封閉 為什麼 那只是時間的不一樣 我們還可以走到當代 可是你知道我去年就 跟艾翁大學國進駐交流三個月嗎 我的當代 事實上我去的 我去已經是 不是最年輕的作家 這是中年作家 可是你知道 緬甸這些國家的 或者西非啊 這些國家等派的作者 你知道有多年輕嗎 我心裡想 至少也是一時之旋 對不對 他們就出了幾本時期 就已經去了 你知道這可見是為什麼 他們真的是年輕的國家 年輕的國家 他不像我們台下排隊 我沒有很多作家 排到我已經到我這個年紀了 我想說作家這個太多了 你知道他們的作家 排到他們 很年輕就去艾翁大學 因為他至少是個榮耀 就艾翁大學 國際作家交流 他是一個榮耀 而且像我們就是武漢湖這樣的爭選區 那他們去的時候 我非常的訝異 他所寫的詩 比方說西非的那個國家Togo 那個國際作者是奴隸海岸的 你知道他怎麼寫他的家族 他的詩裡頭 所釋放的家族的血淚 你現在看會覺得 各位 你們年輕人會寫這樣的家族 不會啊 可是他們的年代跟各位是接近的 他就是二十幾歲 還在念博士班 一個詩人 他寫的詩是什麼 很可能是我們七零年代 六零年代這些作家的詩人 他的當代是接軌 我們的六零七零年代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的當代才是當代嗎 你怎麼去詮釋你的當代呢 他的當代是國族剛興起 像拍一個作詩人緬甸 他跟我成為非常好的朋友 因為我常幫他做翻譯 這個緬甸作者 他寫的每一首詩都跟翁山書記有關 他是從Time雜誌裡頭發 因為翁山書記是被列為 時代雜誌封念最多的人物 他把時代雜誌的每一集有關 翁山書記的封念寫成一首詩 因為他每次上時代雜誌封念的理由都不一樣 所以他就把那個串成一首詩就很好玩 而且Time那個時代有雙關女兒 又是時間Time 然後所以Time那個時代說了什麼 然後翁山那首詩我讀的時候 我其實非常的有意思 因為我一直在想 他的家族他的當代 跟我是懸接到我母親那一輩 可是他的當代 他才二十幾歲 他的當代 他的家族 我們會覺得弱骨嗎 可是美國詩人的上來就不一樣 美國詩人一朗讀的詩都是什麼 Fashion 廣告 時尚 後後現代 後後現代 結構的 結構再結構的 那整個可是同樣的年紀 所以我們在說說我們自己的時代的時候 我們遺忘了我們島嶼之外是廣闊的愛量 我們的廣告海洋的世界裡頭 他才是立足我們的家族去眺望整個世界 而不是純粹只有這個世界的家族 所以當我在回過頭 我大學時每次返鄉去登國的祖父 這樣子訴說的時候 我看到他的職業就是 因為他幫不識字的人寫那個信 然後家鄉的人給擠出去這樣 那很有意思就是 我外公他識字 可是我媽幫不識字耶 那這是為什麼 我媽也不再七十幾歲 為什麼 原因就是因為他的童年 經歷台灣光復最悲慘的時代 所以我去解救家族的時候 他要帶進什麼 整個時代背景 整個時代 他剛好在最動盪的時候 然後他又是老大 我今天又剛走 所以他沒有機會 比如說他就帶小孩子 後面有七個人 所以他就成為私學的一代 那這一代最悲慘 現在都躺在醫院很多 我整個心是非常非常的沉痛 那個沉痛裡頭 有整個時代的東西 有整個家族 所以你只會覺得說 天啊我的外公外外公 他們好像是知書塔利 可是他如果最近的這一代 完全是垮掉的 可是你說美國在60年代 他垮掉的一代 這西里桑的國 就是我的年代 所以我每一個時代 每一個國家 他的年代都不一樣 他所年輕的 所面對的時代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 那麼載化我們自己 我們載化我們自己的時候 會把那個世界 那個療癒的東西 會非常的縮小 你想想看 你的心像一座海洋 一滴鹽打下來 這種一點傷痛打下去 會有影響你嗎 一把鹽打在一個大海裡 會嗎 可是你這杯杯子 一把鹽就苦死你了 這就是年輕時候的我 年輕時候的我 就是這個杯子的水 一點鹽 一點傷痛 一點離別 我就 我後面不想去考試 我一兩邊大學要幹嘛 都沒有辦法直傷了痛 然後男友的備派 你可以沿著整個墮落街 一直走一直走 就是要找到他的機車 看到他的車停在哪 你會用個執著 通過書寫有解放了我嗎 沒有 我二十年後 如果你再給我一場愛情 我會犯個錯誤還是一樣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所以我在尋找這個東西 後來我就看了西藏生死說 西藏生死說 西藏生死說很好玩 西藏生死說有一個 他說人的習氣要用五次 一個人五次跌倒 第一次不知道 第二次銀子固販還怎麼樣 第三次習氣啊 第四次的 那我第五次 那我現在就是來到 我可能 我想應該是第三次或第四次吧 母親的生病喔 她有帶給我療癒 反而不是文學帶給我療癒 所以我自己會檢討我自己是 我過去把我自己生命的後花園 架構在攝影 藝術 繪畫 文學 是我 我覺得那一時之間 一時一刻有解決了我的憂鬱 或者我的黑暗 可是龐大最大的基礎結構 並沒有被解決 那個沒有被解決的就是 其實我迴避了很多 跟母親的一些真正相處的事面對 因為我不是背離了她 把她一個留在原地 然後自己去周遊世界烈火 其實在每一個旅館 空空蕩蕩的一個早晨裡醒來 看見那個天花板 常常不想起她 可是我們時間 沒有辦法拉近母女那個東西 為什麼 因為你的時間還沒有到 母親還是一個很剛強的母親 她又不示弱對不對 所以你又沒辦法表達你的溫柔 所以直到她倒下來 她需要你的溫柔的時候 時間來到 可是我常覺得 或是這樣是一個蠻愚痴的 因為你要通過世界來 獲得行敵跟救贖 那個代價很高啊 代價非常非常的高 學習之路也非常的高啊 非常的奢華 如果最近有臉書的朋友 因為知道我貼臉書嘛 所以就會傳給我說 有一個朋友說 她母親是來不及 她就早上 公才牽著她的手 但是去急診室 進教護病房 夜晚就走 她來不及到她 那一個朋友說 她父親走的那一刻 她說 我們下一輩子在當父子 然後就再也沒有醒過來 最後一句話 所以這句話把我推到 我們母親要倒下來的 前一刻 前一天吧 因為剛我回家 跟她去西班聊天吃飯 她說 她說 我走了你會很痛苦 我心想她怎麼樣 她還好好的 突然講這句話 她說 我走了你會很痛苦 可是妳放心 我做鬼也會保護妳 我那一個想 媽妳不會做鬼 妳會做菩薩 只是妳知道 那個生命其實有感覺 後來我們母親就私語 因為傷到那個緣 就再也沒有辦法說 所以我又要再度幫她做詮釋 她的生命的詮釋的時候 我就比我過去虛構小說 那個原影想像的時候 來得突然有點綁手旁腳 因為我面對她生命的課題 我是要完全即時性的書寫呢 還是要援引我自己想像她的世界 還是我用她的角度 我現在變一個私語者 可是她理解所有的外面發生的事情 就是 我在醫院裡頭 我遇到一個病人 我心裡 她後來可以講話的時候 她告訴我一切都會滿驚嚇 她說因為她做氣節 她是一個 她年紀沒有很大 所以她後來又復原 但是她當時 所有的人在旁邊講的話 她都知道 然後她覺得 她說妳幹嘛這樣子八卦我 然後 後來她好了 後來我在想說 我就覺得她聽到 可是她沒辦法表達 所以這個部分就變成要更謹慎 然後在整個生命的過程裡頭 因為妳很少成為 在整個家族脈絡裡頭 尤其中國人在面對家族 她其實 其實又當代是比較疏遠 可是過去像祖母 他們都是整個大家族 家族其實會牽絆 那個血緣的枝枝葉葉是為前半的 所以 覺得在處理的時候 其實家族是一個很複雜的個體 可是妳知道 所有中國的出血的家族 不會超過《紅樓夢》 就是《紅樓夢》的原型喔 妳只要超過三個人以上 《紅樓夢》的原型 就是我們寫家族最好的一個範圍 我覺得再怎麼樣都得 才超越曹雪晴 因為她用她畢生的血淚 畢生 你看最後兒子也走了 用她畢生的繁華 知識 然後整個文化的養成 才能夠寫成文學大家 我們現在寫小說缺乏 像我現在我就覺得 我們缺乏太多文化的原因 那些生活的詩 你看她寫的那些器皿 那些生活 那些整個美學人 一套的養成 才能夠鋪成那樣的家族 整個背負 因為寫小說最重要的重點 不是只有抒情 你抒情一句話就講完了 對不對 你的哀傷 你的愁苦 幾句話書前就結束 可是小說要援引細節 要用描寫的時候 你怎麼從 你怎麼描寫 那樣很多的知識跟理解 跟細節的原因 所以我覺得寫小說 其實它有很大的困難點 在於整個美學文化的養成 所以我自己覺得 那個悲傷的度過 當然後來自己就看了很多 比方說像剛剛老師有聽到佛羅伊德 我自己是覺得那個龍格的自傳 有非常大的給我一些力量 因為它自己 在夢跟回憶裡頭 它裡這本書有講到說 如果生命沒有悲傷 再平衡 那其實幸福這個支持也就沒有意義 換句話說 每個人都在生命的一個爭戰的歷程 這就是我爭戰的歷程 就陪拜我母親這樣 那我爭取他的同意 因為我母親非常愛尊嚴的人 所以同意他播放這樣 就是在那個 甚至你知道那個 我為什麼說 每天你的療癒過程都會被打垮 你今天好了 明天又不好了 因為你每天面對的細節 不只是只有你 然後像我自己的孤單感好出來 過去這樣不結婚 那麼昂陽的自由感 突然這一刻有一種玩景的孤單感 就來爆出來 為什麼 就是那是母親的那個肉身的課題 撞擊了我這樣 然後另外一個課題是什麼 我從來不存錢的人你知道 當然也沒什麼錢就存 他們說我做過記者 是會套用這個印記 我都做過兩年 那每次都被提 兩年跟我二十幾年的生命 簡直像一個一砂 可是我每次都被提 後來想一想無所謂 因為馬菲斯也是做了哥倫比亞 那個做巴黎特派園 做了兩三年 那彼此也都被提 換句說 我們人生每次經歷過的事情 都會折射到你後來的生命運氣 那也沒辦法 那這個母親的這個部分 就是我自己覺得我天啊 我還用我前半生會太浪盪了這樣 真的我從來不知道現實是何物 然後我就這樣一過 就過了快二十年 就從我離開那個 那個兩年的工作之後 我就去紐約嘛 那個修法馬這樣 然後之後又一直在 可是突然到這一刻 我還心裡說天啊 我就 我母親就讀 讀生女啊 所以我哥哥哥有小孩要照顧 所以他其實變成一個很大的課題師 我就把母親接到巴黎 我第一次跟他做 這十八歲之後 第一次跟他在同屋眼下 這時間過了這麼慢啊 所以那個和解的時間來得很漫長 而且 要用這麼大的一個部分 就是征戰的歷程 然後我就說他本來是像比財神 因為裝了禮味館 那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痛苦的歷程 那所以很多人不是說 在爪眼貼著我 不要做禮味館 那個人 可是因為母親又沒有到那個階段 就是他其他的部分 衣食什麼都很好 所以要做 後來就這樣一年過去了喔 把他做成別的灰灶口這樣 把他肩膀 所以那個惡療育法 是在這個部分被完成 反而不是文字 因為有時候文字是會騙人的 為什麼呢 那時候台灣那麼流行 那麼多粒字書寫過 然後覺得 就是我們太貧乏了 我們太匱乏了 我們要看別人的粒字 來告訴我們 我們也做得到 其實問題你又不是他 而且不是一句話就能解決的 生命不是一句話 給你信心靈就能悠悠幸運 你被執起你的毛 打這場聖戰 你知道你腎臟的時候 你知道你倒下 你知道你的疼痛 你知道你被打擊的是什麼 你看那些粒字書 只是偶爾給你一個標感 我為什麼花了二十年的時間 上路尋找所有的那些 我心中的偶像的作者 我要知道他們到底走上了 什麼樣的一條路 我大概是找過十個作家 就是每次去三個月至少半年 或者像菊哈斯畫過那個寫情人 我花了二十年 我是想知道 他們在脆脆弱的時候 比方說經歷過二戰 經歷過孩子死亡 經歷過丈夫送其中一名 他們然後最後經歷過 自己倒下七八個月 最後六十七幾歲才成名 成名的時間來得這麼漫長 又協助到死亡的那一刻 力量可散 那我就親自去他們的現場 把閱讀這個東西 變成一個立體的閱讀 旅行的立體閱讀就是 你真正到了你的現場 而不是紙面的閱讀 我覺得文字會變成詩音 這句話的意思是 不是說真的文字不好 因為文字 所以人家說財中不立文字 財中也不是真的不立文字 而是說 你那個文字裡頭太多解釋 太多奇異性 你太多自我欺騙 而且我們每次看到 我的幸福看到這兩個字 跟你的幸福看到的則是又不一樣 所以我才說真正的歷程 其實我非常非常的感激 母親給我這一趟活生生的功課 當然用她的苦痛來換取 我會覺得對作家也沒有太說 她太昂貴了 因為我可以大可以去看所有的寫過這些 因為這些書其實非常的流行 真的還有長照圖結 怎麼樣辦那個送的輪椅有沒有 我都來了我從頭都有 可是真正撫慰我 為什麼說力量又來了 真正撫慰我 確實還是文學 我把所有寫過文學家 寫過母親的書 又把它全部擺到案子上 再看一次 我看他們怎麼經歷過 比方說警察進寫我的母親手機 她如果面對她失智的母親 她第一幕就非常震撼我 所以我後來 我七月要出一本母親的書 就是其實是受到她的召喚 換句話說那些指南書 瞬間可以解決你功課 就是我說止痛氣沒錯 我們確實也需要生命的指南 工具的指南 實用的指南 可是它不是主要的部分 它解答了你 你就應該放掉了 回到你生命最疑惑 最感性 最被魔力 像沙子般需要被青土治療的東西 還是文學 就經歷過這一多年 我從懷孕 從年輕時 文學是我最熱愛的世界 誰也拿不走我的世界 到母親倒下來 我成為文學的那種 SARS的無用 你真的很無助耶 因為你連看布都找不到的時候 我那時候連換尿布什麼都不會 那重新去學一次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 當然只有文學無用 文學的春花秋月和食料 如何解決你的現在 所有的東西都換不了 母親的鼻尾管理也不會換 重新學一下 重新打掉再學一次 可是那個技術會了之後 在所有的漫漫長夜的午夜裡 你年輕時候的孤獨 又召喚到文學的力量 意思是這樣 你會見山視山 見水視水 見山不是這樣 這個歷程 但是你用自己走一回 所以境界來的時候 你不要躲避它 因為境界其實它是一個蟻魚 我們感激所有為政 我們這些生命困惑 很困苦的人 因為我覺得他們的犧牲才能打 他就為了教導我這幾堂功課留下來 不然就成為一個 我就成為 真的成為孤狠耶 我可能要放大很久 我可能要好幾年都在尋找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我沒有來得及 可是 也有一個朋友 他母親就是突然很漂亮的 那一天出去給她吃飯 就突然倒下 那他的功課有另外一個功課 所以我覺得每個 可能是我母親 我去真正去面對 照顧了這個細節 那我後來去找那個 所有寫過的 描住我幾上鏡的那個 我的母親手機 她寫她母親 可是她應該只會寫她母親 所以我這個 七月寫我母親的這一塊 其實我花很長的時間都寫不出來 我們知道 我們只有安靜的靜筆 才能寫騷動的心 不是騷動的筆 寫騷動的心 就是安靜靜筆 可是等到你沉浸下來的時候 非常冷漫 所以我就看警藏靜的那個 我一直都寫 後來我就看到她的時候 我突然知道 我原影我要從我父親的死亡寫起 為什麼 因為父親的死 把我跟母親都拉開了 我就這樣瘋壓頭 把她跑出去 那警藏靜在寫我的母親手機的時候 就是這樣子 她寫的是 一開始她父親 她本來父親可以有成為優格 有機會成一個名醫生的軍醫 可是她父親就不要 老年就不要這些東西了 就把自己封鎖起來 種植花植草 她一直不解 因為警察機非常活活的 對不對 她喜歡外面交際的 這種 所以作者有很多種 她就是這樣 她後來也說 其實她是故意背反她的父親 她覺得她父親有機會去 在整個日本戰敗之後去服務她 為什麼她就是要在鄉下裡頭 其實後來她父親要走的那一刻 舉起她的手 抓住她 她嚇了一跳 因為從來沒有這個舉動 然後她父親垂欄又放一下這樣 她後來一直擺絲在想 父親是要和解嗎 父親是要嗜好嗎 所以這成為她最後生命的一個思索 後來父親告訴她說 母親就交給你了 可是她母親那時候很好 看起來很好 後來一張母親的失之聲已經跑出來 最近我一個親戚的小召的父親 我覺得很像是王維新小說的開場 因為她的父親在過年的時候 她父親也才七十二 小召的父親 她過年的時候 她就去報警 她找不到她的父親 原來她的父親 其實不知道 這是一個抵達之謎 她就一個人回到了她小時候嘉義布袋 她要去找她媽媽 爸媽媽媽媽 也就是一個老人要回去找她爸爸媽媽 她遺忘了她爸爸媽媽走了 她的心智其實後來解析 那時候她其實是個七歲的孩子 然後她回到她童年的家 她村子的人跑出來說 你這不是誰誰誰嗎 然後她就像個小孩子說 我媽媽我爸 她說你爸媽找不到走了啊 她死了 她覺得怎麼會 後來又不知道她出現失智的狀態 然後她怎麼抵達那個地方 原來是個謎 因為不知道怎麼抵達 後來有坐上一個計程車 但是沒辦法付錢 後來終於找不到警察就打來了 我覺得這很像是一個小說的開場 所以在我在像文文欣寫那個嘉賓 開始那個父親啊 愁容滿面的老人 推開了竹籬巴 然後遲遲再沒有回來過 那也是非常的動容我 好像隔飛 大陸那隔飛寫家族三富群的 大陸那隔飛的第一部 人面桃花 第一句就一個短句 就是說父親走下來了 父親從那個 你跟他那樣走 就是一個懸念 所以我在想那個 警察經寫這個 我的母親手機的時候 我心裡有一個很大的震撼 就是原來她要從另外 不存在的人來寫這個存在著 其實這種寫作的經驗 就是說你藉由不存在的人 你不存在在這個現場 寫現在這個存在 然後進入華境 母親那個失智的 汪牙大海去爬樹 後來寫了三段 時間歷史非常長 所以有時候一本書寫的療癒 不是一時一刻 警察經寫那本書 我想她母親的失智時光陪伴她 從她回到她的家鄉 再到這個陪伴房間 見到東京 然後是一個很漫長的事情 但我最近跟很多的朋友聊天 發現所有 所有受 現在父母親在照顧的幾乎都是 未婚的人在照顧 就是幾乎我所有 不要亂說 勾搶聲或者是我的朋友 就是父母親倒下來 都會跟未婚的那個住 我現在的情況也是這樣 但是不是家族的另外的不好 而是我覺得這是一個承擔跟分擔 大家在那個能力裡頭 我覺得分擔比較好 所以在整個徵戰的歷程裡頭 其實是通過這些身體的感知 我才知道母親的頭髮 是多久沒有觸摸到她的頭髮了 我就通過這些比 可是她怎麼化成文學的書寫 就要靠各位去提筆去感知她 然後每天要送花給我母親 我常常看到她新聞的美容 然後來不及給主人看 然後就有些早上 我會在母親的病狀書寫 就是因為你來不及打電腦 用文字就會隨手寫一些簡筆 因為你可能有機會 而且即使我這一刻 一時一刻紀錄了母親 但是她還有她的往後 所以很可能有時候 為什麼很多人會寫三部句四部句 就是這一刻處理的是晚年的苦痛 後面尤其是失去的別離的年代 所以她會有不同時間的處理 你所謂的療癒的時間 她召喚你的那一塊的東西 會不一樣 所以有一個人有時候 我常說我們空間有三個私語者 因為我媽媽是身體的私語 她都失去語言 中風 然後我們隨不來 然後她沒辦法訓練 那個是我終於等了八個月的 印尼一鄉人終於來 然後她因為她不會講我們的話 訓練好久 就是她徹底的私語者 所以說小姐 後來我把她訓練接近 已經都變得很好 可是一開始我真的是三個月的私語 那我覺得我是文學的私語者 因為文學在當代是個徹底的私語者 沒有什麼力量 那我們常常在一個螢幕舞者 自己在那邊那個空間外這樣 所以這就是征戰的歷程 那我就在我現在病床 法拉丑醫院流浪之後接回來 就是在外面會超心情這樣 所以我剛剛探討說 因為時間的關係到了 所以我就放一兩張在Google分享 就是說記憶 記憶的交通 其實記憶才算數 整個記憶的回溯 具有和解的力量 譬如說丹雅民說 當我們在回溯的時候 因為我們大部分人都不願意回溯 像我媽媽每次 我其實在他還沒生病的時候 我們曾經在7-11 每週有聚會一兩次 我就是想要爬梳他的旗 那每次都賣個貢 他就覺得說太苦痛太傷痛了這樣 可是因為我覺得他不必要去面對 可是如果你要書寫 你就必須面對 這就是一個切割 就是你要不要成為一個提比者 跟你不成為一個提比者 他的差異 就是面對或不面對 那我就覺得面對比較好 即使你不成為 因為每個人都是 就是生命都是有故事的 只是這個故事 又沒有被打到上岸 然後成為你 由你成為面鏡子 也召喚別人 跟你一樣 同樣的歷程的人 這就差距在這裡 可是每個人 比方說有人去看心理學家或什麼 可是差別就是在於 他沒有被書寫下來 好 那這個就 現在我已經有點多問題 所以我大概寫錯就是從我的母親出發這樣 他一開始即是我虛構的對象 二是我的原型 三是我生命現實的學習 所以有非常多的層次 可是你說那你不寫腹肌嘛 其實寫母親就等於寫腹肌 因為所有的寫女性就等於寫男性 因為你牽涉到一個課題 一定會寫到他的另外一個課題的另外一半 只是說你站著主宿者要站在哪一個關頂 所以倒沒有什麼 所以很多人都認為我們是女性書 其實我不認為是這樣 因為所有的女性或是所有的家族 都是整個社會的大意義的一個縮影 好 那麼剛已經有舉牌了 好 謝謝 謝謝公文老師 這個 我一記有個新的證品 今天特別製作的 我一記的這個 Tate書包 這是一個證品 提供給我們 等一下提問的前兩位的聽眾 那因為先出了兩位 第三位聽眾 改以也是新製作的 我一記的一組的三顆的規章 作為這個證品 那請各位提出你們的問題 兩位老師也來自在這邊 你們先去這個地方 我們很感謝 他們先出發中間給我們的支持 各位有什麼問題 可以提問請舉手 請 可以按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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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對 對 我想請一下周小姐 您在未婚的狀態之下 照顧你父母和你母親 那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對你的文學有什麼樣的幫助 因為我剛剛有聽到您的一些療癒之類 因為我已婚 然後我跟你同年級 其實我們現在 我們照顧的是公公 就是不是跟我有血液關係的 所以那種感覺 好像又跟你們照顧其實不同的 所以想問一下 對 因為佛媳或者是公婆 會是另外的責任 其實我年輕的時候不知道 愛裡頭要放責任 就像湯要放鹽一樣 其實我覺得責任都一樣 只是母親對我的書寫的召喚比較巨大 因為我是從她的身體出來的 而且母親跟女兒本來就是一個 沒有意思的課題 書寫的力道會不同 然後療癒的東西也不同 因為你想到的是你的身世 你想到的是你的起源 想到的是一個命運的來處 就是我們說的 米麗莎都看見大白的來處 可是照顧公婆 因為我沒有公婆 但是我相信那個 我曾經有好朋友 照顧公婆婆 自己都得了憂鬱症 因為她跟你的血緣的脈絡 不是那麼親密喔 所以你變成純粹責任 那我們是愛跟責任並行 所以你會有很大的同理心的感受性 而且甚至 你只要到她面前 你那個淚就這樣流下來 然後那個 只要一講一句話 可能 你就趕快就跑去廁所 到現在都沒有好過 我覺得可能 我一個朋友照顧她父親死你了嘛 她說她父親一走那一刻 那不是時間的問題 那是來自你血緣處 一勾招就像那個 那個刀子進了你的身體 然後她又再轉一圈的那個勾的疼痛 是沒辦法被描述的 可是勾跟活不一樣 我相信 因為她變成純粹責任 你沒有跟她童年的記憶 你沒有跟她少年的記憶 你沒有跟她fighting的記憶 你沒有跟她擁抱學 然後你沒有幫你童年帶 其實那些 都是那些記憶的召喚使你痛苦 然後每次在我母親面前 就想起小時候 她跟你穿梭在那些市集 她如何的謙卑為了 希望人家買拿的東西 那一刻你就瞬間受不了 因為你覺得她本來是個母后 可是生活的壓榨死 她變成個奴隸 奴隸的生活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 沒辦法對比 還有 未婚跟已婚其實也沒有差距 如果我是已婚 我會去照顧母親 一樣的孤独 只是你的生活壓力更大 那我說的未婚是這個孤單感好出來 我從來沒有過這種孤独 你知道我以前好愛孤獨喔 最好家裡都沒人 你回家出發一點 哇家裡沒人好開心喔 想做什麼的 現在覺得回家母親菜好棒喔 所以這個 這個不一樣 這個 我召喚的是孤單 你召喚的是那種 非常盤大肢節盤慘 只有你能推搭 因為這個問題來自於你最願意新增 你要非常真實地面對自己 因為也許你很討厭也不一定 那個都要面對 也許你覺得 為什麼是我 也要面對 為什麼 為什麼不是別人 這個也要面對 可是像我經文 其實我還沒自願 我哥哥那時候有說 他要再另外找房子 因為我想要學習 我說我要爭戰的歷程 我不想錯過 我錯過太多 所以這個每個人要學習的秘密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請 按這個按這個按這個 不好意思啊 請問一下那個 易甲老師 就是老師剛剛提到的是 為什麼每個人的人生都 渴望改變 那會不會有人 甚至不期望改變 希望追求平穩穩定的呢 那老師覺得每個人都 希望追求改變的觀點是什麼 沒有 對 但我可怕有疑病 不過我是覺得說 每個人各有所求 如果我個人覺得 就是反正到人事來走一招 對不對 你最好是多經歷一些東西 那就是我個人覺得是 能夠改變的話 最好是多嘗試一些 那有些人他說要 他渴望這個 如果從精神分析 或從精神義打來講的話 他為什麼可怕 這個 臨近 就是宅男 宅在家裡啊 他背後是不是有什麼 其他的動機啊 或是什麼 那都很 很有的討論 很有的討論 那我覺得說 那個 譬如說 開始的時候 大家年輕的時候 都說我有夢想啊或什麼 其實很多人中年以後 就說我沒有什麼夢想啊或什麼 但是很可能就是因為 他年輕時候的夢想 他沒有實現啊 沒有實現也沒關係啦 到最後就是說 這個 安於自我 有人說啊 變老的好處啊 就是以前想要的東西 現在不想要 就是這樣 不過我剛剛因為 我要補充一下就是這個 關於這個 家族的問題 對不起 我剛剛都沒有講到這個問題 因為什麼 因為那個人跟我點話 他說這個 他叫我講什麼 我的這個 這個 這個 什麼 叫做文學籍 還有這個 人生書籍 我覺得 當然也是我輸 那我覺得是這樣 我的家族今天就跟 中文藝術不一樣 大概我們有 差二十幾歲吧 差二十幾歲 好 我可以說是一個 在 也比較傳統的一個 家庭 而且其實他也是傳統家庭 我現在也很傳統 但是我年輕的時候叛逆過 譬如說我 譬如說我 剛剛都沒有提到我家族的問題 我現在補充一下 就是說 關於我跟我家族的關係 我的父親母親都沒有受過什麼教育 向下來 我也是在向下長大 當然他發現我這個兒子會讀書 他們希望我以後當醫生 賺大錢 這個 過我舒服的生活 那 好不容易啊 等到我台大醫學新畢業 結果我這個 就是說不當醫師 那我跟他講的時候 我是到我後來 我自己當了父親以後 我才發現 我當初 是深深傷了我父母的心 不過我後來 我有在很多地方講過就是說 我很感謝你的父母 因為我的父母 他們畢竟是愛我的 他們放手 讓我去做 我想做 我喜歡做的事 但是關於談到就是說 這個 我畢業以後 讓我父母就是 對我多少也會先失望 不過我跟他們說 沒有關係 我一定不會盡到奉養你們的責任 所以啊 我覺得說 我也可以說我比較幸運的是說 我畢業以後我就 我畢業以後我就在台北 我嫁在台中 我畢業以後是結婚一年以後 我就把我父親跟母親 我後來買房子 我都是要買三代同堂 我就是把我父親跟母親接過來 跟我住 一直住到這個堂過世 那在這個漫長的這個中間啊 就是說我跟父母就是生活在一起 我當然盡量是就是說 奉養他們 跟他們在一起 那他們是 這個 對我這個兒子的 這個感覺怎麼樣 那是 我沒有辦法這個 講太多啦 不過最少就是說 我覺得啊 什麼講難 譬如說 我會帶他們一起出國 我會跟我太太 帶著我爸爸媽媽 一起出國去旅行 好多次 我不是說 我不會把這個當作我的負擔 我覺得這就是 我重要的人生的一個幸福的一個來源 那所以也許我 其實我在文章裡面 我很少寫到我的家族 因為 這個要怎麼講呢 就是說 如果說 如果說 你為什麼會寫這個東西呢 因為你很悶 因為你在這個東西裡面 你覺得你很悶 你有所思 你有所遺憾 所以你就要去 去 借文學啦 借藝術啦 去療癒啦 去思考好 做這個東西 我很欣賞 我覺得說 我這個就是說 我跟我的父母這個都 而且我父母也都是 譬如說我父親90歲過世 我當然過世以前也是長命病大四年 我母親88歲過世 過世以前是長命病大兩年 都是我在照顧的 大部分就是 我跟我太太在照顧 那那個 當然我爸爸主要是 那時候是 我還有爸爸在 不過就是說 我不會就是說 把這個當做 這個 我的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責任 或什麼 因為我覺得說 我後來 譬如說最近 最近 變成說 這個當然是私人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 沒有 現在我 我跟我太太 在照顧我岳母 因為我岳母就是 那個 我就說 主動說 我岳母就是 我岳母94歲 那也要外老 也要什麼 然後就是 我主動跟我太太說 那就把岳母 接到我家裡 到我們家裡 我們來照顧她 那她會影響我的生活 就是說 譬如說我要出國 或是什麼 但是我只是說 我如果我們要出國 我就請我們的其他 那個 我岳母的其他兒子 或是朋友 照顧一下 照顧一下 那 我不會把這個 當做 我的一個責任 或是什麼東西 因為我後來 我就從我 父親 我照顧我父親 跟母親的這個 這個經驗裡面 我把它當做什麼 我在人間 修行的一個功課 我是把它當做 這是我自我修行的功課 那我在這裡面 我覺得說 從照顧父母 或是照顧家族裡面 我可以得到很多的 正面的 好的 我覺得有意義的東西 有意義的東西 那也許因為 我覺得 我反而覺得 這是我的幸運 那我覺得說 這是 當然這最後都是一個 觀念的問題 看你是抱著什麼樣的觀念 對不對 所以讓我補充一下 因為我很少談到 不是我覺得 家族沒有談 而且也是那個 那個什麼 因為 當初 跟我們聯絡的時候 他的意面 也有很多時候 他沒有要 特別談到家族 但是我覺得 我的家族 我也沒有什麼其他 可以拿出來 跟大家分享 是怎樣 因為那是我私人的事 謝謝 謝謝宜佳老師 艾文佳老師 艾文佳老師 歡迎 艾文佳老師 兩位老師好 我是很認同 那個 艾佳老師說的這個 因為其實 不管說我們 我自己是已婚 那也面臨過 像那個 艾文佳老師說的 佛江公火的問題 那我覺得 其實我們身為一個人 其實從 不管是自己 或者 因為基本上都是基於愛 愛對方 所以對他 對方的父母親 也是一樣的 那現在是自己的父母親 也是有面臨這樣子的那個 那跟 艾佳老師 還有文一英老師 因為我們大概都同事 大概民國都四五年級生 那父母親的 在那個公布時期 師學 對這些文化方面的涵養 不是很高 可是都還算是很幸運的 我們都是像跟 艾佳老師一樣 父母親對我們的寄望 還有照顧 都是為不知的 那我很佩服艾佳老師說 我們依然在大學的階段 可能也是因為 經由認識另外一半 那個 師母是中文系的 而且發了你 更大量的 那個青春水的時候的 那個文學的英字法 是不是這樣子 一家老實在 老實說 我大學時候是不認識我太太 我太太是 台大中文系 她剛我們見過 那我們兩個過的是 不同的台大的人生活 我在台大的時候過的是 非常的 混亂什麼 我太太是一個相當保守的人 她是大學人 你們聽得到 我太太堵台大四年 大部分時間都是大一遍大 她沒有走過羅斯五路 那一遍 因為她是坐零海空車 坐零海空車 下課就是要坐零海空車去火車站 坐火車 所以她躺在台大四年 沒有走過羅斯五路 走到那個 現在那個 廳中路那邊 四年都沒有走過 我所有大學時候 我認識她 那後來我是因為在 辦健康事件 我是總編輯 她是來應徵的 當副總編輯 我是進水樓台 不過另外一個 因為我是跟我太太是 基於共同的興趣 而結婚的 就是我們都是對文化 對寫作還有對這個雜誌 出版有興趣的 是這樣 再來我也很感謝就是 我太太 我們剛演的出版是一份心靈雜誌 我太太都是老闆 名義上的老闆 各位還有沒有問題嗎 那再有機會 這比一重嘛 這個 因為數量有限 我前三位這個 呃 這個提問長 你有嗎 還有沒有問題 沒有嗎 那還是我可以作為主持人 稍微會講個 簡單的請導演 老師等一下回答 第一個 呃其實只有一個問題 就是請導演老師回答一下 您後面這個寫作計畫 有什麼比較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部分 可以嗎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 因為今年吧 大概2017年前 有些什麼新的著作 想要出版 方老師姐 好 好 謝謝 我啊 其實我都還沒有計畫 我寫作 我就剛剛講 就是我寫完一本書 我現在大概是一臉寫一本書 我寫完一本書 我寫完一本書 我寫書的時候我就寫 然後寫完以後 然後就開始 想說要寫什麼 其實我去年是寫這個 《易經》101 就是分析 要看到《易經》 那《易經》寫完當然是因為我 最近就是在做那個 就是什麼 舊經典的新詮釋 那我想接下來 可能我是要寫這個 《六祖壇經》 因為我覺得 我不寫《佛教》 因為我覺得佛教是印度的東西 但是印度到中國以後 我要寫的是就是 《六祖壇經》 還有就是以禪宗為主的 大概是《六祖壇經》吧 以《六祖壇經》 還有《傳登錄》 《紫月錄》為主的 就是要談禪宗的思想 大概是 本來計畫是要寫這個 但是現在又稍微 有一點改變 因為我現在又改寫一些東西 不過這個《六祖壇經》 這個應該是 還是會寫 但是《六祖壇經》寫完以後 我現在在一個寫人生詞典 就是我個人對一些 譬如什麼叫做 什麼叫做命運 什麼叫做追尋 什麼叫做生命意義 這個我的一些看法 但是什麼會走出的 我才知道 但是我可以說 我會一直寫下去 寫到我不能寫的那一天 但是這個《六祖壇經》 《六祖壇經》還有這個 《人生詞典》寫完 我會寫什麼 我現在不知道 老實說我現在不知道 我一定要把這個 等化過這個工作完以後 我才能夠看到 好像我走到一個地方 我才能夠看到 遠方的另一個 出現的一個緣景 是這樣子 請周明老師 目前寫錯 就是整理 母親在這一年多來 我當業餘貪復的備忘錄 對一些捨不得不見你 這樣的一個三文 大概七月會出版嗎 就是談童年 跟他的一些經驗裡頭 然後跟對於整個 你的手不是用來寫字的時候 你這雙手可以做什麼 把自己所有的東西都打掉 你看一次自我 那另外一個 因為過去在電腦裡頭 有非常多的想要寫的 但是一直都沒有完成 是因為被現實吞噬了 所以做一個沒有工作的寫作者 你要被 你打開書房的屋口 只有一隻狗 隨時準備要游 你這樣 所以我們常常 所有的寫作計畫 都是擱淺的 但同時也會 因為他為自己說 所有的十七年的禪 都在等待出土的那一刻飛翔 所有的黑暗也都在醞釀 最後破土的那一刻 所以現實的它把也就成為 尤其我寫長篇小說 寫完我的《台灣島嶼三幕曲》之後 大概是2011年寫完 《桑歌醒出來》之後 現在已經2017年了 所以這五年大概被現實吞噬 緊進那個現實的生活的機器 還好還存在 還沒有把這個紙筆丟掉 有一個最大的原因是 就是有一些未完成 那未完成裡頭 其實我的腦海裡 有一個更大的一個想法要寫 就是剛剛王老師提到 他在想要處理那個 《六祖台語經》 我自己是 自己因為喜歡 解決生命的問題 所以我在一個謊言中心 非常地久 可是 他有沒有處理到我生命的課題 但我不想用台灣現在很流行的那種 什麼勇氣啊 沒大力這種 這種非常 非常去 我想直接 我剛剛說的 寫小說他面對的很多的是 你個人生命的細部 你怎麼去描摩 公筆畫這種難度來寫 所以我往後的一些小說 要花比較長的時間 但我希望今年至少可以有一個 母親的無上 然後如果有可能 還有可能有一個長陰小說吧 但就不知道這個 會不會再被現實給混均去這樣 但如果現實有給我喘息的時間 才能夠好好的寫 不然你就會一直擱淺 所以這個 這個有時候是沒有答案的 可是有時候就像卡夫卡寫那個 他的城堡還是奶路 他就寫了四十九天就寫好 他醞釀了可能三十年 一個十十九天 我希望生命有這樣的一個匯正 給我這麼一刻 像莫言寫的一個小說 我也是花了三十年的醞釀 也知道三十天寫好 我一直很著迷你這種 這種可能 這種快速 要用神幫你工作這樣 如果能夠召喚到這一刻 我想我會非常的欣勞 你用你的生命去磨練這個現實 可是最後有一刻 鬼正的像如神 這種如鑿磨狀態的書寫 是我下一刻最想要的 謝謝老師 一想分享 各位政府的話 我們就主辦的文學祭 這次很高興跟台北市政府 跟台北市立租書館合作 除了今天這場之外 各位不要忘記下個禮拜 會手上有這個問題是手冊 對不對 翻到十八跟十九頁 比較特別 下禮拜六的這場活動呢 會在紀州安舉行 在同安街107號 它的開始時間比一半才還要晚 一半會來看 這場是三點半開始 比較晚一點來請注意時間 另外呢下禮拜天 贏在這個地方 我們邀請到洛宇君 再來兩位 比較年輕的作者 黃麗群 以及這個 另外一位是這個 黃同海 兩位 十三位的這個講的 一起來做對台 也設立這場舉行 請各位一些注意 最後我們邀請各位 一起跟老師們合照 好請聽 這個很難的機會 我想老師們先 一步下面 來做一個比較特殊的大合照 大概是一個 留念吧 我們來留念一下 然後蔡永遠紀念 你可以紀念 謝謝各位的來賓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留在位置上 我會從上面拍下來 讓老師站在中間 這樣就會聽 大家可以 相信大家 老師會可以 麻煩一下 老師麻煩一下 你那是拿副門的那個 那個機器牛的 還有這個 謝謝 演唱會的拍照方式 好 各位 其實我都可以看到你們 除了這最旁邊以外 如果你們要入鏡的話 你們就站到後面 好不好 最旁邊 最後面前面的一排 否則 我們大概只能看到前面的這個 120度左右的範圍 好 謝謝 那個 老師我看 好 好 這樣我可以看到 謝謝 那個 我們來賓很多 大家 我們可以這樣好不好 我們都站起來 我們稍微有點鼓掌狀好不好 我們就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我再開電話就好了 謝謝 謝謝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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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老師 如果 這個老師我們再開一張 這個要close 你們這兩個 怎麼樣 就你 那個 那個 那個再拿過來 沒有熱身 後面會痛 沒有 沒有 好 對 老師我打邊的轉個像 這全部都不一樣 你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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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要轉向就好 喔 後面是透黑 對 就醬子 對 我再拍個這個是比較素的話 好 那個 鐘老師再過來 沒有關係 我只要這個字看到就好 謝謝 謝謝 好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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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